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3 6.0以后的启动管理 它跟散除S5相比 跟散除S5相比 变化比较大 那我们可能 这个会详细的去介绍 它的里面的变化 和它当前是怎么启动的 那第二讲我们会讲一下 启动引导程序 然后我们会讲一些 简单的系统修复模式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这讲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第一讲 启动管理 启动管理当中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介绍 今天的这个内容叫做运行级别 这个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然后下一讲 我们开始真正的介绍启动过程 启动过程是一个比较理论的东西 了解就好了 了解就好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运行级别 那什么叫运行级别 系统呢 它默认把我们的计算机当中 Windows当中的运行级别 定义了这样七个级别 其中 零代表关机 一代表单用户模式 这个名词可能很陌生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 Windows当中的安全模式 其实啊 它可能 它不是真正的Windows的安全模式 Windows还有安全模式 但是呢 它跟Windows的安全模式比较类似 就是什么 把只启动最基本的服务 剩余的服务都不需要 那用它来干嘛呢 进行系统修复 主要是进行系统修复 那安全Windows的安全模式 就是这样 只启动最基本的这个工具 这个程序 然后呢 其他的多余的都不启动 但是啊 这个在Linux当中只叫单用户模式 为什么 因为我们Linux当中 还有自己的真正的光盘启动的安全模式 这个虽然是启动最基本的程序 但是程序还是从系统的硬盘当中启动的 那有些功能它还是做不到 还是修复不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光盘安全模式的话 它是从光盘启动系统 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想象 那跟进行系统当中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任何错误都可以去 当然只是理论 好了 这是一级别 二级别呢 是一个命令行模式 但是它不完整 不包含一个叫做NFS的负 NFS是Linux和Linux之间 进行文件共享 这样一个字 那它就是说 是一个瘸腿的命令行 那三呢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命令模式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标准的字构界面 也就是 我们现在启动之后进入的这个界面 就是三模式 三级别 应该叫三级别 四呢 没有使用 未使用 五呢 是图形界面 图形界面 六代表重启 这个没啥难的 看一下 只是我们一开始见的时候 可能比较陌生 不知道应该用在哪 没关系 我们可以使用 init Ig 后面加级别号的方式 来改变运行级别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里 执行命令 init 后面加零 它应该就是调用零级别 那零级别我们都知道了 它代表关机 那这其实就是关机命令 哎 我们在讲系统命令的时候 我们就说 关机命令 除了沙拉当 除了等等吧 除了沙拉当 还有其他的命令 那其中就包含init 但是呢 这个级别 这个命令 它在关机的时候 不会保存正在运行的服务 所以呢 它不一定安全 我们不推荐使用 不推荐 那也就是说 顾名思义 init6 是不是就应该是重启 哎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我要装了图形界面 init5 就应该是进入到 切换到图形界面 不过啊 我们一开始安装系统的时候 我说了 我们都装的是basic server 哎 如果你是按照我的 这个教程 一步一步来了 那第一讲 第二讲 我们讲安装的时候 就应该装的是basic basic server 是不包含图形界面 所以这条命令 是不能正确执行的 但是如果我有图形界面 我就可以通过 init5 切换到图形界面 通过init3 从图形界面 切换回字符界面 哎 这就是改变运行级别 啊 改变运行级别 那我当前的级别 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以使用命令 run level来查看 run 运行 level 级别 对吧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我当前的运行级别 是3 没画上 3 但是这个n呢 代表我进入三级别之前 在哪个级别 n呢是纳空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我是一开机 就进入了三级别 那我如果是从图形界面 进入到了字符界面 那这里就应该看到的是 5 空格 3 我如果是从字符界面 进入了图形界面 这里看到的就应该是3 空格 5 5 那也就是说 前面这个数代表我上次在哪个级别 后面这个数代表我当前在什么级别 对吧 那如果是那n 代表我只开机进入了 直接进入了三级别 这就是run level这个命令的作用 不难 非常简单 好 我们看看 run level 查看运行级别 unit呢 加级别号呢 是改变运行级 两个命令 非常简单 但是呢 有同学曾经问我 如果我的计算机 既装了字符界面 又装了同学界面 那么 我开机之后 到底是进入字符呢 还是进入图形呢 那这样的 这个开机到底进入哪个界面 我是否可以人为控制呢 答案是 肯定了 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把它叫做 系统的默认定性系列 它是通过修改 unit的配置文件 unit这个进程的配置文件 来定义 我开机之后 是进入哪个界面 那 各位 我们先打开看看这个文件 好 在SantoS 5.6.00以前的系统当中 这个配置文件当中的内容 远比现在 复杂 它写的东西 它是系统启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 系统启动的过程完全依赖于这个配置文件的经营 因为我们讲过 还记得吗 iit是系统启动的第一个进程 它的进程号永远是 对吧 那这个文件呢 就是用来配置iit进程的 但是呢 SantoS 6.0以后的系统当中 我们更新优化的启动顺序 更新了优化的启动过程 所以呢 这个配置文件现在只负责定义 iit这个东西就会彻底淘汰 但是现在我们的SantoS 6.0当中呢 它虽然没有 它还没有淘汰 但是它也没有SantoS 5.0当中那么 那么怎么说 那么重要 它已经把它的功能逐渐恶化 那把它的其他的功能 分配到这些配置文件当中 现在这个配置文件 只负责定义一件事 就是系统模仁的事情 来我们看看这些 眼熟吧 就是我刚刚在幻灯片里面 写了这个 没错吧 定义这七个级别是干嘛 然后呢 这块 这个数 写什么值 代表你的计算机开机之后 就会进入那个级别 但是请你小心 看六级别这块写的 不要把它设为 默认预计级别 不要把零级别 设为默认预计级别 为啥 啊 我说到这儿 我们的学员都会笑 为啥 把它改成零 带来的后果 给计算机再也开不了 每次一开机 直接就关机了 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它明确的告诉你 不能把这两个级别 设为默认级别 剩下的 按照你的需求来挑 一般情况下是三 或者五 我们选一 当然 我现在没有安装图形级别 所以如果设五 反而会报错 反而会报错 那默认就是三 默认就是三 好 这是我们讲的默认级别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非常简单 我们主要介绍了这个运行级别 大家知道 我们Linux当中 有0到6 这样7个运行级别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Rone Level来查看级别 用Unit后面加级别号来改变起 对吧 还可以通过修改 ETC I-TTTB这个配置文件 定义默认信息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命令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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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